歡迎收看突發信箱 我是安悠祺 川普已經被共和黨正式 提名為總統候選人了 而且在提名演說上 川普也再一次的提到了台灣 不過他強調的是 衝突的陰影正在籠罩亞洲 甚至可能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再加上川普才說 這個台灣搶走了 美國的晶片產業 這些說法都讓今天的 台股美股應聲重挫 只不過這到底是短期的衝擊呢 還是長期的利空呢 而至於台北市幼兒園的性侵案 市長蔣萬安監則是 終於出面鞠躬道歉了 蔣萬安市長的說法 人民能夠接受嗎 而案件爆發到現在 一聲不吭的前市長柯文哲 也終於出來發聲了 只是柯文哲的說法 又再一次的惹怒了台灣人嗎 好 先為你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體的低學偉 各位大家好 財經專家姚慧珍 大家好 民進黨新聞市議員卓冠廷 優奇好 大家好 國民黨桃園市議員黃紀平 優奇大平安 財經專家邱敏寬 優奇好 大家好 政經評論員吳嘉隆老師 優奇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康仁俊 大家好 好 先來看到的是 因為美國前總統川普的一句話 說台灣搶走了 美國的晶片產業 不止這兩天 是美股重挫 而且台股也一下子下錯了 900點 才兩天的時間 而且台積電 也失守了千元大關的關卡 只是對於川粉來講 可顧不得這麼多 共和黨正式提名川普 為總統候選人 那在這個提名大會上呢 哇 可以看到 這個現場氣勢如虹 不過是竟然還不是最高潮 這個最吸睛的 竟然是在副手 范思的身上 敏寬 先來跟各位談一件事情 范思是一個暢銷書的一個作家 想不到這次呢 我現在越來越覺得 拜登越來越危險了 為什麼呢 先來跟各位談 這次整個共和黨的四天 全國代表大會 太精彩了 多精彩你知道嗎 第一個 整個川普出來 大家以為他是市場的英雄 是主角對不對 他第一天一句話都沒說 一句話都沒說 場子是范思的啊 范思不是橫空合出嗎 這個大家都知道 然後經過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到了第四天之後 先跟各位說 比八點堂還要更加的 撒狗血 而且還要更進爆 發生什麼事呢 范思他寫了一本書 叫絕望者之歌 他說我們生活在繡戴 小時候都非常非常苦 父母親因為工作不順 都有不好的一個習慣 這當中就有一個 是他的媽媽 他的媽媽 因為小時候帶著他 連續嫁了幾個老公 都嫁得不好 後來范思是跟著 爺爺奶奶一起長大 然後在整個結尾的時候 范思的媽媽突然間出來 小時候都非常非常苦 父母親因為工作不順 都有不好的一個習慣 這當中就有一個是他的媽媽 他的媽媽因為小時候帶著他 連續嫁了幾個老公 都嫁得不好 後來范思是跟著爺爺奶奶 一起長大 然後在整個結尾的時候 范思的媽媽突然間出來 范思的媽媽出來 范思的媽媽出來之後 他們在演什麼你知道嗎 在演一出大和解 演這種跟八點檔 一模一樣的大和解 然後范思直接對著他媽媽說 媽媽你很棒 媽媽你很厲害 過去的十年來 我知道你一口毒你都沒有碰 你是我的一個榜樣 然後他說媽媽我愛你 我希望如果在川普總統許可的情況之下 明年的這個時候 我們在白宮一同來慶祝 講的這句話講到 講實在話 我看現場我都看到起雞皮疙瘩了 真的有夠會講話 比八點檔還要更立志 也還要更好看 范思這邊先告一段落 先來說 這次大家去參加全國代表大會 去參加所謂的川普的一個 所謂的競選趴 大家的裝飾都一樣 你知道嗎 右邊的耳朵要綁個繃帶 川粉的一個流行風 現在有一個耳朵的一個繃帶 挺可愛的 為什麼這個耳朵的一個繃帶 它轉現了一個團結 也展現了一個熱情 但我們不得不說 川普真的厲害 為什麼呢 川普已經這麼有錢了 據傳現在川普的一個身價 在五億到六億美金之間 居然趁機海撈一波 為什麼呢 川普推出了所謂的 Fight Fight Fight的鞋子 而且這個鞋子 先跟各位說 不便宜一雙二九九美金 折合台益 大概是在九千三百塊左右 很快五千雙 秒殺 還秒殺 秒殺之後 他還說我們隨機抽十雙 然後川普總統親自幫你們簽名 上面有照片 還有Fight Fight Fight 哇真的是太厲害了 但今天早上有一則訊息很勁爆 為什麼呢 聽說拜登黨內的壓力非常非常大 所以在歐巴馬前總統的一個領導之下 現在據傳賀錦麗團隊跟歐巴馬團隊要先接 所以現在拜登遭到黨內跟友人的一個施壓 據傳賀錦麗會直接接 然後來戰川普 因為現在真的是差太多了 請跟各位說 現在在整個美國裡面的本土民調 現在看好川普的71% 看好拜登的48% 這真的是差太多了 講實際話真的是差太多了 然後美國的媒體就說 民主黨的高層私底下已經透露了 最快最快在本週末 他就會來退選了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 因為再來就要進入星期六星期天了 川普不是說要pay defense對不對 we just like insurance 意思是什麼呢 你們要付保護費 我們美國就跟保險公司一樣對不對 結果想不到這句話 被美國智庫打臉 發生什麼事呢 我一直跟各位說 川普這個人人來瘋 而且他是一個像迷一樣的男人 什麼呢 就是他的話有時候要順著聽 有時候要倒著聽 你要聽清楚 時間地點狀況 其實都不一樣 好我們其實有沒有支付所謂的 巨額的一個保護費呢 其實很多 然後現在川普因為沒辦法 他在競選的場子 他就說不夠不夠 要再加碼還要再要 結果現在華府的智庫出來打臉就說 對不起 等一下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才知道天啊 我們這麼多軍備沒拿到 美國上機欠6230億台幣的軍備 未交付 而且目前數額加總是台灣年度 國防預算的兩倍 也就是我們錢付了 可是還沒給我們 有些還付十多年的又期 講到這更氣人了 有些還付十多年了 然後呢 美國的華府智庫講完之後呢 想不到連共和黨的參議員 麥考爾都出來打原場 為什麼麥考爾要出來打原場呢 因為麥考爾知道 那天川普演過頭了 真的是演過頭了 麥考爾現在就是川普後面最大的那根柱子 頂住他的 他是參議員嘛 他是參議員嘛 他說哎呀 幾十年來啊 台灣的整個所謂的自費 像美國的整個軍備啊 都是現金先到啦 其實貨都沒有到啊 所以麥考爾就說出來打原場 就說哎呀 你們放心啊 對不對 一個人在前面殺 殺一殺之後後面打原場 川普會堅定挺臺的 台灣是最完美的一個典範 希望所有的盟邦都是這樣子的 想不到這個話講完之後呢 川普的前國安顧問歐布萊恩也說 他說什麼呢 他就說你們要搞清楚啊 中國就是一隻怪物啊 中國才是那個怪物 中國才是那隻怪物啊 台灣應該要挺身而出 最簡單的說 我們一直跟各位談 前幾天又期的節目 就跟各位說了 這句話是擦槍走火 選舉中的話 但選舉中的話 現在讓台灣受大傷了 為什麼呢 台灣在這個禮拜 跌到一千一百二十點 總共跌了一千多點 好 我們要談我們的解決方案了 剛才談談談 哇 美國的選舉 是這麼的熱鬧 對不對 第一個 魏哲家昨天已經說了 第一個 民營的先進封裝 因為陸陸續續 廠子都會進來 所以民營的先進封裝 會有一倍以上的一個成長 那台積電公布的第二季的一個財報 盈餘是九點五六 先進製程的話 佔了大概在六 九成 六成七 看好第三季 AI需求持續續強 來跟各位談一件事情 美國沒台灣 寸步難行 台積電公布的第二季的一個財報 盈餘是九點五六 先進製程的話 佔了大概在六 九成 六成七 看好第三季 AI需求持續續強 來跟各位談一件事情 美國沒台灣 寸步難行 台灣目前在全世界的先進晶片當中 台灣目前的出貨 佔九十二趴到九十三趴 也就是說沒有台灣的先進晶片 美國的電動車不能動 美國的飛彈不能夠發射 美國的飛機不能夠起飛 美國所有的先進設備 他們寸步難行 所以就現在來說的話 彭博他特別列了所謂的五大關鍵 這個我們就不細談 他簡單的說 現在全球有兩個最重要的經濟命脈 這兩個經濟命脈又起 一個是原油 我們都知道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戰略物資 另外一個叫晶片 目前晶片跟原油的整個銷售金額 差不多 差不多 先跟各位說 目前的金額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晶片已經跟原油 同樣的一個地位了 世界是依賴台積電的 但可能很多人會說 那台積電這樣跌 要怎麼辦呢 台積電這波真的急功 功得非常非常快 我認為回到六十日的均線 回到季線左右 再跟各位說 台積電他就是漲得非常慢 最近因為AI真的漲得快了一些 修正是給各位享受他未來 今年四十塊 明年五十塊 後年據傳會公到六十塊以上 一家公司全世界 各位排名第一 而且有可能賺到六個資本額 他如果拉回 這是你的機會 不過眼看這個川普當選的可能性越來越高 也有很多人越來越害怕 因為就是覺得川普好像一顆不定時炸彈一樣 特別是對於台海的穩定來說 當然這個也請教這個學委的分析 可是昨天有不少人都注意到這個現象 對不起是今天 就注意到一個現象說 在這個川普正式被共和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 這個台詞上 感覺上川普整個人變柔和 好像冠了一個人一樣 狂人川普真的有可能 其實川普說真的 他就是用商人思維 你要去思考川普的想法的話 他的中心思想很簡單 其實也不用把他想的太複雜 第一個就是美國優先 我今天正在美國第一個立場 第二個就是商人思維 就是要博取利益 第三個很簡單 自己的好物 我今天心情如何 我就會做什麼決定 那你要每天維持讓他很高興的狀況下 他就會做對你很好的一個決策 好啦那人家講說 你看他自從他中槍之後有沒有 在那個共和黨全國提名大會的時候 代表大會提名的時候 竟然好像整個人變柔和了 狂人不見了 他口口聲聲一直講說 上帝的恩典 你如果不注意你叫他過他 從此開始之訴這樣 沒有啦那個說實在 我跟你講這就是他厲害的一點 連美國人都知道贏狗不要贏了對不對 我們贏了順順來就好 他只要這個紗布不拿下來對不對 每天貼著紗布到處跑的話 你看現在T恤也賣鞋子也賣 什麼都是那一張照片嘛 你看連穿粉耳朵上都貼紗布了 連紗布都已經變成了一個裝飾品 你看真的厲害 所以我就跟你講嘛 就這樣就贏狗不要贏了 就順順走就順順走 順順過而已 11月他就入主白宮啦 對不對 有什麼 因為民主黨到目前為止 還在緊張得不死 還在拆在等你知道嗎 到底拜登你要不要選下去 大家都還在緊張對不對 之前還想說 找那個喬治柯隆尼來帶他選對不對 搭配Michelle 這個完美的組合 這哪完美 我建議用阿湯哥跟史嘉蕾 約翰森 黑寡婦兩個搭檔 帥哥美女對不對 這機率更勝嘛對不對 老虎不該提老虎搞什麼嘛對不對 沒有這回事啦 好啦那我們就講啦 接下來就是很簡單的是說 你看大家在比較說 川普在上一任的時候 他的很多想法對不對 大家覺得很緊張 怎麼跟這一點 為什麼他在之前提名大會之前 所有的那個政綱裡面 沒有一條是提到有關於台灣的 那大家我們台灣人就很緊張嘛對不對 你到底對台灣未來是怎麼樣 只聽到你講說 你要繳保護費 台積電奪走了我們精便的生意對不對 大家就開始很緊張了對不對 那台積電無望之災對不對 好不容易又衝回去一千塊又掉下來對不對 那我是覺得這個盤整會有一段時間 那其實也不用緊張 這真的不用緊張 我覺得川普現在是怎樣 我覺得他現在只是 把這些東西丟出來之後 做回他跟其他國家談判的籌碼啦 對不對 他如果做總統之後 他就覺得說 換假不太簡單啦對不對 嘴說就很笑對不對 但是事情做下去你就剩下了嘛 不可能這樣一定硬幹啦 滿著都硬幹嘛 所以就覺得說川普你不用想他太多了 因為在川普的腦海裡面 他永遠沒有最高級 只有比較級 只有比較級 為什麼你知道嗎 主客博最明顯嘛 他的政策裡面現在又說 我要支持TikTok 他居然要支持TikTok 他以前反對的耶 2021年你記不記得 川普那時候進TikTok 還有要讓他關門耶 連微信都不行你知道嗎 最後是法院把他擋下來 他那時候講什麼 他說你這個帶來國安危機對不對 竊取美國人的那個個資啊對不對 所以他禁掉 可是他這一任突然間 怎麼轉而支持TikTok 對啊 為什麼他更討厭主客博啊 對不對 所以我說他只有比較級 對對他比較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在講說 他才在他自創的那個社群網站裡面 講說那個Tru Social有沒有 他講說我11月當選美國總統 第一個關起來就是主客博 要把他關進監獄裡面 對對 為什麼仇劫這麼大對啊 那個2020年6月的時候 他不是那個 主客博不是講說 他說你那個川普 對你那個分裂性啊 煽動性的言論 我真的是厭惡到極點啊 後來在2021年 不是國會山莊暴動有沒有 你看那個主客博有沒有 把川普所有的社群 全部推出去 踢出去臉書耶 川普遇到說 我本來在臉書裡面是老大 現在被踢出來被輸了 所以他就很不爽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現在更最討厭的是 什麼主客博 哦 所以他就說Titluck你留下來 這個不能讓臉書獨大 不能上去獨大 他說得很好聽啦 他說那個要有競爭 對啊 才會有什麼臉書啊 IG 對啊 IG跟臉書你要留下來 你要競爭不能夠讓他獨大 說到最後他就是討厭主客博嘛 這個有什麼好講的 所以我今天跟你講 台灣為什麼我就是覺得很安全 大家不用擔心對不對 因為他最討厭的是中國 我絕對不會是台灣 他有一個更討厭的人在前面擋著 而且又這麼大 對不對 他一定要討厭他 要打他打到他浪為止 至少他不會威脅到台灣這樣 他會太甘心嘛 所以我說這有什麼好緊張 你看清楚川普這個人 就沒有什麼好緊張的 好啦那現在講到說川普現在是大概 十一月入主白宮已成定局 那拜登這邊呢 拜登我剛才講 他現在提出四大原因 他這個四大原因說他有可能退選 那我分析這四大原因有沒有 會假講的 有講好像沒講 第一個 第一個他說上天旨意 除非上帝顯靈對不對 哇那個外國人也吃這一套 上帝顯靈對不對 上帝顯靈是要當時 神機要當時出現對不對 好第二個 他說無可辯駁的數據 他咬到這一點 這一點的可能性比較大 他退選可能性 為什麼因為現在民調看起來 川普都贏他不多 可是我覺得這個槍擊案 如果慢慢發酵接下來的話 搞不好你就會看到那個差距會落開 那第三個是什麼 命中注定的意外 拜登講說除非我被火車撞 你去過美國的知道 你在美國這麼大的地方 你什麼時候看過火車 美國火車很少嘛 而且美國火車的話 那個評價到你當時 不小心會被火車撞 你不要跑到那個鄉間小路的話 要被撞機率不高對不對 好第四個就是說 他有未診斷出了疾病對不對 我跟你講 現在染疫喔 對嘛 他說完就二度確診 這不是上帝在跟你點餐啊 第四個就是說 他有未診斷出了疾病對不對 我跟你講 現在染疫喔 對嘛 他說完就二度確診啊 這不是上帝在跟你點餐啊 對不對 已經跟你說了 突然暫停所有選舉活動 不要說太大聲對不對 好啦不過我是覺得 拜登退選是早晚的事情 那接下來就等著說 川普在這四個月 接下來這四個月的選舉幾天 就不用出太大的trouble的話 大概川普是沒有意外 就會當選了 不過川普一句 台灣搶走的美國晶片產業 很多人說 這簡直是核彈引爆 現在這個市場 到底有沒有這麼焦慮 而且就請教這個惠真 昨天台積電的法說會 明明就優於預期 結果現在連千元都守不住 但是也有人點出一點說 其實川普的說法 反而戳到了這個台積電的阿基里斯堅 那是不是這樣 而且這個從現在狀況看起來 美中之間的這個他們靖和之間的關係 對於台灣的科技供應鏈 是不是真的有舉足輕重這樣的影響 所以這個謝金河講嘛 說台積電現在居然連這個地緣政治分析師 都高薪聘請喔 那你的解讀呢 是我們都知道 昨天是台積電法說會 而且這也是為著家當董事長以來 第一次的一個秀 本來大家成績單多好看啊 營收什麼成長三四成 獲利也是也是成長三四成 當然是講年增率啦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連第三季也一樣持續看 YOI也是成長三成以上 然後等於那個季度的成長 也都是上看也快十趴左右 所以簡單來講 你現在沒有聽到不好的消息啊 本來以為這個法術會一出來之後 應該會一飛沖天喔 甚至有外資都在講說 唉呦台積電看起來未來三年真是晴空萬里 一片沒有烏雲啊 一個人的武林 有人喊出一千五百塊 結果 李川普你學你美國總統 你講到我們台積電做什麼 你講到台灣做什麼 一句話說什麼台灣保護費 要繳保護費 結果現在大家都嚇到 外資很多人就是開始抽啊 然後呢 現在我們台幣也扁你知道嗎 這一陣子 因為大家就說好像有人被嚇到 今天骨灰雙殺啊 骨灰雙殺 很多人就說因為有一些 很有錢的那一些人呢 他講說唉呦 好像有點風險 被川普講 川普最大的一個確定性 就是他永遠都不可確 所以他在講這種話之後 大家嚇到 所以可能有人就說 匯了很多錢出去喔 然後就搞了去外面海外投資 不管怎麼樣 反正川普的一句話 搞到我們真的是 骨灰雙殺 那台積電呢 其實這個禮拜喔 最高還來到1055元喔 對啊 結果現在今天說970 跌了7% 跌了7% 實在是還蠻大的一個跌幅喔 沒錯 然後想說為什麼 到底出了什麼事 台積電難道因此真的 受到重挫嗎 但事實上先從一個講結論 結論就是說 再從整個市場面 還有一個需求面來講 其實台積電還是持續暢旺 但就是說因為 現在美國在進行當中 相關的選舉 那這個政治跟經濟是結合在一起 這個地緣風險喔 確實是不是台積電一人可以維持的 也可以控制的 但是呢就是 呃 那個這一次位則加在法說會裡面 又強調一件事情 他說我們海外的佈局計畫 沒有改變 對有人問他說那你是不是會把那個 亞利桑那州的一個廠賣掉啊 賣個Joy Venture啊什麼的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那個亞利桑那廠我們繼續蓋 德國的也繼續蓋 日本的呢也是持續在拓展當中喔 這個海外佈局沒有因此而受到影響 那甚至講到的未來兩三 就是兩三個季 甚至是一兩年之內的一個 COAX相關的晶片 都講到說 Tight tight 只差沒有講Pretty tight 就走 這意思是需求是很痴情啊 很痴情啊 對 那現在大概講到底是怎麼樣喔 那川普講了一句嗎 就是說因為 呃我們美國的晶片生意 都被你們台灣給搶走啦 台積線也搶走啦 所以他就說這樣子很不好啊 喔這個你們台灣要繳保護費啊 什麼的 欸彭博人家專欄作家高菜銘 特別撰文說 欸川普你講的話不精準不正確喔 第一件事情他講到 就說不是我們台灣的台積電 把你的那個美國的晶片的生意給搶走 而是全世界在先進製程 也就是五奈米以下 全世界沒有人可以取代台積電的地位 對 不然就跟別人買你跟誰買 沒有 沒有耶 我跟你講沒有到什麼地步你知道嗎 Google的手機喔 他那個Pixel的手機 向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全部都是交給三星 就是用三星的晶片 結果他現在G5最新的 欸不用三星的 要用我們台積電的 為什麼 因為就發現台積電好用啊 沒錯 他用機面的三奈米四奈米啊 他可能買不到三奈米 因為上面都被爆 他可能買到四奈米的 太好用了 算數的快 效能高速度快 最重要的是 耗功率還低 對 這等於是整個CP值來講 實在太好了 所以就是沒有辦法 連Google現在也跟三星說 Sayunana 也要來跟我們台積電擁抱 你就知道更何況你不要講別的 你如果沒有我們台積電的晶片 你標槍飛彈有辦法標嗎 你根本就沒有眼睛你知道嗎 那你F35 我一個標槍飛彈 要兩百個台積電的晶片耶 你F35那麼大隻 整個爆幾萬個台積電的晶片 都沒有我們的晶片 你背開嗎 對不對 所以你國防的這一部分 就是需要我們台積電的晶片 沒錯 這也是為什麼拜登當時 他們非常鼓勵我們台灣 有點半妖協半哄騙 就鼓勵我們台積電去那邊設置 亞利桑那州去設置五奈米場 我們都知道 事實上那邊好像離空軍基地 美國的空軍基地也不遠 所以也有人說 其實他生產的五奈米場 專門就是要給美國的國防所用的 所以這就是其實講到一點 若非台灣的這個台積電 高通揮達賽林斯這些 美國半導體巨操 今天不會存在 好不好 所以這個其實人家這個 彭博德的專人家家 講了一句公道話 他說講到這些 而且我們台灣現在 也準備要超 次製兩千五百億美元 去你那邊美國設廠了吧 所以你也不要說好像是 我們台灣人 搶著你美國的工作 我現在工廠都設在你美國 有栽調的美國人 你自己來抓 對啊 沒有辦法 連建廠都一大堆問題 因為我們的肝可以很新鮮 二十四小時再炸 美國沒有辦法 美國文化不允許 所以呢 這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問題 再加上他其實講到一件事情 他說如果不是因為這個高通 那個博通沒有跟台灣的企業合作的話 他們也沒有辦法 那個制霸整個通訊晶片的產業 還有最重要一件事 揮達跟英特爾 我們都知道揮達現在幾乎是開啟了 AI的一個新篇章 而揮達開啟的AI新篇章 共同攜手的合作對象就是誰 就是台積電 你有看過顧客跳出來說 漲價你漲沒關係 我就讓你漲 是揮達的黃仁勳跳出來說 你台積電漲價沒關係 你漲多少我都吃 因為他現在在 他是台積電整個第二大客戶 第一大客戶就蘋果 蘋果 他心裡想說我第二大客戶 我說你漲你漲你買你再漲我都吃 那搞得蘋果也很尷尬 心裡想說你現在是怎樣 所以就由此可見 台積電沒有被沒有辦法被取代的地位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認為說 不是台灣搶走你的工作 而是你們不能缺少台灣 還有這個整篇文章裡面 還有講到一個重點 什麼樣重點呢 台灣不是只有台積電 他說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如果不是台灣守住這低島鏈 對 你有晚上你們美國 沒辦法睡覺 我們台灣菲律賓越南 整個低島鏈 其實是我們守住的 所以換句話說 他說你如果川普 你要自詩是對中的鷹派 你自詩說你是要防止戰爭的總統 那在台灣問題上 你就不可以低估啊 那因為那個不可會言 他現在畢竟是有99% 可以變成是美國總統 所以當他講了一句 台灣繳保護費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很好笑 美國現在白宮的發言人米勒 都跳出來說 事實上台灣沒有少繳保護費 因為所有幾十億美元的軍購 都是我們自己買啊 我跟你講 台灣什麼沒有 錢很多 好不好 尤其現在 對有本事 你那個愛國者飛彈 防空飛彈是不是 你就不要給我delay 你那個不要一直 那個你送去烏克蘭 烏克蘭你還收不到錢 因為你們是要是 就是sponsor給烏克蘭的 就全的不用錢捐給他們的 我們要買 你都不給我們 還delay了我們的時間 還有F35 我們也要買啊 你也不給我們 對不對 所以說保護費 很多啦 怕你貪貌而已 不是說是我們不願意給 那現在也因為外界這麼關心 所以呢其實 昨天法術會的焦點 這實在是很有趣 很少有台灣上市公司的 法術會的焦點 竟然要回應到美國總統的 候選人的一個話 那他這一次講到 他就講到說 台積電未來 這個在3奈米5奈米當中 持續還是增加 你知道他是很嚇人的 我看他去年 這個7奈米 這個整個7奈米跟5奈米 加起來是60至50%左右的一個 在他整個生產產能裡面 今年7奈米5奈米跟3奈米加起來67% 所以你就知道現在整個台積電 其實生產的主力幾乎都放在 比較5奈米跟3奈米這個部分 更何況明年的2奈米 就已經要出來了 所以魏哲家 對於不管是在需求面 不管是在整個市場面 全部都是非常看好 甚至連這個毛利一樣 現在53.2%已經很高了 我跟你講第三季要看到55% 所以換句話說 在這個本業的部分是沒在怕 那至於在海外佈局他這邊 他也告訴你的 沒有不會因為川普說 台灣拿走美國一百怕的工作 就要把這個佈局給賣掉 完全沒有這樣的規劃 那事實上呢 現在就是除了魏哲家 就是滿面春風跟大家報好消息 但是看起來市場好像還是 在那個吃驚當中 這個還是實際下燒到800千 本來一堆散戶 跌破一千塊趕快買金 怎麼又跌了就開始害怕 我就是這個散戶當中 然後我們還跟朋友互相鼓勵 我們還說 加碼買 對 對 現在有人下車 所以我們家 我們買的不是台積電 我們買的是台灣家職 然後大家就開玩笑說 哎呀以後兒子不會養老 孤兒子才會養老 就是台積電才會養老 所以現在就是我們那種 不知道會不會兩年之後會後 我應該是不會啦 我相信不會 那但是事實上呢 包括那個財訊的董事長 謝金河他們也是就是現在很多人 應該是外資很多人講 就是地緣政治的風險 不可操控在一家公司嘛 所以這也沒有可能 反而是就未來台積電的一個罩門 包括就是說是不是施加關稅 這個部分 會不會對我們的營運產生衝擊 可是我跟你講 施加關稅這有什麼了不起 我們台積電最大客戶 一個是蘋果 一個是NVIDIA 其他的七家 包括你們 全世界十大市值的公司 七家都是我們的 我們自己的都是我們的客戶 你那個那個 對你假關稅以後 到時候羊毛出在羊身上 對呀 他們也會漲價 他們第一次會跳起來 對呀 我們就轉嫁給你而已 有什麼了不起對不對 你的那個亞馬遜要不要 對不對 你的META要不要 你要漲價沒有OK啊 沒關係啊 我們就漲價在你身上啊 反正是你需要我們 對 到時候看川普 能不能經濟起這個壓力 所以呢 其實現在大家講 說這個擴長還不變啦 那謝金河其實也特別講到一件事情 現在台積電 確實也有把這個地緣風險 列入他們未來的營運的考量當中 所以呢 現在他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海外 相關的佈局 他說兩隻大象打起來 不要選邊啊 慢慢的啊 你就會發現 連選邊的自由都沒有了 所以為什麼台積電 現在海外日本要有場 熊本場 然後亞歷善大這邊有場 德國這邊也要從某種程度上 也是在進行一個地緣風險 不過不用擔心 因為最新的製程都跟流台灣 不過川普有講說呢 這個要保護台灣 技術上很困難的啊 那當然這個 也請教這個靖平啦 所以他才說要台灣交保護費嘛 那你怎麼解讀這樣的說法 在技術上保衛台灣 有這麼困難嗎 但是呢 這個日本的獨賣新聞呢 原來呢針對解放軍 在去年所做的一些關於 在中國各地啦 還有在近海所做的一些基建方面 等等的這個演習跟訓練 研判 如果真的要攻打台灣的話 從封鎖台灣到這個 整個登陸台灣 可能只需要幾天的時間而已 有沒有這麼嚇人啊 你怎麼看日本政府的分析 還有川普的說法 當然我先從日本政府的分析 因為這個日本政府的做了這個報告 他同時也會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參考 那日本政府 其實日本對台灣的這個情勢 一直是保持著憂心的這個態度 所以你看到他們不只是一次 不只一次的把西南諸島的很多 包括這個沖繩縣啊 還有相關的其他的這個島嶼的居民啊 一直在防範說 如果台海一旦發生事情 有事變的話 或者是這個西南諸島的狀況 要把他們的這個居民 撤離到沖繩縣 或甚至撤離到鹿兒島 撤離到九州 他們一直在演練 這一兩年頻率越來越頻繁 他們也擔心在台灣 有日本的這個居民啊 日本的公民 大概有兩萬人左右 一旦台海發生狀況的時候 他們也希望把這台灣的這個 兩萬名日本人 能夠撤到沖繩縣或是鹿兒島 而這一些都在在說明 日本你看日本政府 他最近做了這個分析 共軍齁 解放軍如果登台的話 一個禮拜之內就能夠登陸 這個推翻的日本之前也曾經做過評估說 大概如果說台海打起來 解放軍登陸大概花一個月時間 這個是日本政府首次 他從一個月評估縮短到一個禮拜 看起來好像解放軍的戰力提升了嗎 我覺得那倒未必 他可能是對於敵人 我就這個寬以待 就是用這個最寬的標準去看待 就是最嚴的標準來看待自己 最寬的標準來看待敵人 等於是把這個料敵從寬 那日本一直有一種想法 你從安倍晉商已故的日本首相提出來 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曾當過首相的這個麻生太郎 也是現在日本自民黨 重要的這個很大的派法領導人 他也是說過這個 只要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可見他們一直認為說 只要台海發生狀況的話 美國日本不可能做事不管 所以他一直擔心說 中國已經做好準備的話 那台灣怎麼辦 台灣的這個軍力 所以我認為說日本 現在獨賣新聞披露了這個 日本政府的分析報告說 如果解放軍登台的話 一週之內就能登陸 就算一週兩週 但是接下來他們的補給怎麼辦 怎麼打 我就跟大家講 用這個美國的智庫 跟之前英國經濟學人的這個 這個我截圖這個是英國經濟學人 之前的一個報導 也是大概這個幾個月前 當時他提到 如果解放軍要登陸的話 他需要動用三千列的軍事的 這個專列火車 然後呢列車要三千列 一百萬兩樣的車輛 兩千一百多架的軍機 八千多艘的軍艦 這個是解放軍如果未來要打 這個台海戰士總運輸的物質 大概至少超過三千萬噸 那另外一邊大家可以看到 是洛曼蒂登陸 他的物資當時是用到七百萬噸 然後呢車子用到一萬輛 船用到六千九百三十九艘 軍機呢用到了一萬一千五百九十架次 那人呢是十五萬六千多人 這個是在二次世界大戰 最有名的D-Day 也就是諾曼蒂登陸 這個是英國經濟學人雜誌 他們的做了一個比較跟評估 就是未來如果台海有事 解放軍要登陸 他要用到的物質補給 然後跟當年二戰時期的 這個諾曼蒂登陸 諾曼蒂登陸 那個總物資補給是七百萬噸 如果解放軍要三千萬噸 等於是當年諾曼蒂 二次世界大戰 諾曼蒂的四點二八倍 我剛剛就已經把兵力數字 講給大家聽了 那為什麼川普要這樣講呢 我覺得川普是一個交易性格的人 交易型性格 就剛剛來賓其實有提到生意型的 你記不記得以前那個美國的國安 川普時期的國安顧問波頓 他卸任了之後 他出了一本回憶錄 他有提到說 川普當時這個在談到台灣議題的時候 他對台灣議題方面的這個問題啊 非常極度消化不良 那也就是說 現在當然川普會把這個台灣議題 再拿出來講 因為在這個打總統大選 這個可以是他主導議題 提高他的這個籌碼的這個狀況啊 但傳統講啦 我自己的個人 我是跟這個學偉哥的看法啊 我是比較看好川普 我自己也比較挺川普啦 因為實在拜登年紀要越大 而且你看 民主黨我長期認為他們覺得 我自己個人在看他們 因為我兩千年的時候 我就去美國採訪過這個 美國總統小布希跟高爾 那時候在選舉 民主黨長期的策略 比較屬於那種重歐親亞 所以你看到 你看到這個烏克蘭的戰場 他們陷入了烏克蘭的泥造 中東的這個也是弄到他們焦頭爛額 可是他們還是以烏克蘭戰場為主 美國的這個 他的傳統華府有一派傳統的 這個建制派的精英 共和黨內當然也有啊 所以川普他有別於傳統共和黨內的 這個建制派的精英 他就是變成一個川普共和黨 那當然川普也有不少敵人 在黨內也有不少 起碼包括之前被他這個拉下來的 這個眾議院的議長就是一樣 到現在還沒有出來挺他 可是以現在川普在遇刺之後 十三日就遇刺嘛 他的聲勢幾乎扶搖直上 不過當然也請教教授老師 你怎麼看喔 今天台股真的跌得有點慘喔 昨天還跌了三百七十一點 今天五百一點喔 真的川普的這個一句話 說台灣搶走了美國的晶片產業 造成的這個到底是短期衝擊呢 還是這個長期的利空喔 老師怎麼看之外 川普還特別強調啊 說現在這個衝突的陰影 已經樓上亞洲甚至還有可能爆發 第三次世界大戰喔 當然這個川普對於中國的態度 外界都在關注 那你也注意到 最近川普講台灣跟中國 中國官方都一片靜悄悄喔 所以老師怎麼看喔 川普對於台灣中國的這個態度 還有這中國的反應 媒體上說川普的花言說 台灣要多付錢 pay for it 多付錢 對 並沒有說這個叫保護費啦 那我們中文把它翻成好像要台灣付保護費 那是因為喔 川普要求日本韓國 多分攤美軍駐軍的費用 那這個地方被人家描寫為保護收保護費 但是嚴格講來喔 保護費是黑社會用語嘛 他正他他提到美國在賣保單一樣用形容 所以台灣付錢買保單 那美國就保險公司就承保嘛 可是更精確的講應該是保全會 更精確的講應該是保全會 就是說美國提供保全服務 然後台灣付錢嘛 使用者付費嘛 這什麼意思 就是美國軍事協防台灣這件事情 是不是因為是不是要在沒有正式外交關係之下 扶上檯面 正常化 常態化 是不是這樣 如果美國是保險公司收了保單 美國是保險公司收了台灣付錢買的保單 還是說美國是保全公司 接了台灣的案子 要承保對不對 這個以前清朝末期很多重要物資 要進京城的話 要保標公司嘛 要提供保全服務嘛 那你美國收錢接接案子 就是商業合約的概念嘛 對 那麼是不是美國軍事協防台灣 就變成正常化跟常態化了 是有這個含義嗎 我們問一個 然後再來 川普提到台灣之外 提到說可能在台灣這邊 會有地緣政治衝突 說不定還會第三次世界大戰 坦白講 第三次世界大戰要爆發 的確只有台灣夠這個資格 烏克蘭還不夠格 以色列也不夠格 因為台灣這裡牽涉到 地緣政治的重大衝突 包括陸權跟海權的對撞點 就在台灣這裡 因為陸權國家三個 中國 俄國跟德國 然後海權國家三個 美國 英國跟日本 那海權跟陸權在爭奪勢力範圍的時候 矛盾點焦點就是台灣 因為中國宣稱台灣是他的 美國 日本認為台灣是民主自由陣營這邊的 就是用地盤的概念來形容的話 爭執點 爭奪點在台灣 那所以呢 他如果這樣講的話 坦白講就理論來講說得通啊 因為台灣太重要嘛 那問題是美國早就在備戰 美國已經進入備戰模式 美國在 比如說那個安倍講 那個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就是日本同盟有事 美國怎麼說 台灣有事這個前提不會發生 我們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 不可能說台灣丟了 我們再把台灣搶回來 再奪到演習 奪到作戰 沒有這種事 所以美國早就在進入備戰模式 然後告訴盟友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第二個 如果地緣稱之風險上升的話 那麼是不是對軍工產業來講是利多 是啊 對 軍工產業的供應鏈在台灣 台灣有很多啦 供應鏈 對 沒錯 所以現在發現台積電或台股的拉回 像你剛才描述的拉回 你注意喔 蘋果在上升過程中 蘋果的股價在上升過程中 也會拉回 拉回以後來都 後來都還在創新高 屢四不爽 台積電跟蘋果模式一樣 台積電在走上升趨勢對不對 都有拉回喔 拉回完了之後 整理完之後又再創新高 到目前為止 這個規律都一直存在 你你你拉開台積電的那個長期趨勢 來看的話 他是走上升趨勢 所以老師意思是說 他只是個短期充期 長期來看他還是上升的是嗎 不但這樣 而且因為這一次從七百到一千 坦白講是有點快 然後原本就需要拉回整理 這一次乾脆把它做成文章說 川普講話 就算川普不講話 你還是要拉回整理 為什麼 換手鞏固 整理籌碼以後再攻才有力嘛 才會輕裝上陣嘛 然後呢你提到這個習近平的問題是這樣 習近平這一次的三中全會 其實有一個主題不是搞經濟改革 而是搞政治的鞏固權力的改革 也就是說四個堅持的改革 抓緊政治權力的改革 要保黨保政權這樣的改革 就是說把那個鄧小平版本的自由化 因為要加強政治監控 維護權力地位 那習近平是用政治上的語言 來處理經濟上的問題 提出經濟的展望 我把它稱之為經濟問題政治化 用政治手段來處理經濟問題 然後想說我們要走自己的路 我們不要看美國臉色 我們要那個美國人卡脖子 對不對 我們要提升自主 創新能力等等 就是用政治的語言 來處理經濟的問題 這是習近平三中全會 這一次真正在做的 他的所謂深化改革 是他讓他的改革 要習近平要的那種改革 就是鞏固權力的那種改革 政治更加收緊 社會更加監控的那種改革 所以他不是鄧小平那種改革 可是昨天有人講說 什麼習近平傳出突然中風 是不是因為這個想到川普 要快要當選了 嚇到中風啊 不是 因為他原本就有 一九年的時候 他去葡萄牙再去法國 那個時候已經看出來 法國總統請他坐下來的時候 他是用撐著慢慢地坐到那個沙發的 然後他在走的時候速度有變慢 這個都被拍下來 所以他原本就有這種被懷疑是中風 然後現在的話有可能壓力大 年紀大什麼什麼 也許突然間又來老毛病又患 也說不定 但是現在有一個傳說是 他當場是趴那個趴在桌上 然後臉部扭曲 然後送醫 然後後來呢 那個閉幕的時候是替身出來 聽說是用替身 替身 他人在醫院啊 不過他昨天的那個影片 確實比平常的習近平活潑一點 聽說那個是二零一八年的影片 二零一八年的影片 拿出來播話 反正現在AI可以緊接一下 總而言之現在這種謠言 有可能真的是變成事實 就是變成遙遙領先的預言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什麼 也有可能是逼習近平出來亮相 出來澄清這些謠言 我說你這樣 不然你出來嘛 你出來亮個相 為什麼 因為這一次的三中全會 幾乎沒有任何信息 沒有任何報導 沒有任何重要的這個結論出來 不曉得你們在搞什麼 你們在搞什麼 所以有可能乾脆說習近平有問題 不然你要出來講啊 你出來亮個相嘛 可能逼他 對 那川普現在很明顯 他的路線 他提名這個副總統 這個副總統跟他在路線上是一致的 靈魂跟肉體已經合一了 所以很可能將來 反思將來會接棒川普這個路線 再幹八年 所以接下來的四年川普 然後接下來的八年 反思接下來的十二年 美國都會繼續玩川普這個路線 調整國家安全觀點 把中國跟俄國綁在一起 列為美國的威脅者 國際秩序的威脅者 這個路線應該是確立了 這個這一次共和黨大會的真正的精神 跟重點在這裡 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發現一個新的現象 叫做共和黨本來代表社會上層 然後代表精英 然後現在出現一個叫做藍領階級的共和黨 這個很新 因為藍領階級是民主黨 本來是民主黨 現在共和黨跟藍領階級 能夠湊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以前根據社會階級來劃分 這兩個是不會湊在一起的 現在會湊在一起 是因為基於共同的價值觀 有錢人保守主義 尊重家庭 尊重信仰 信仰上帝等等要誠實要盡責任 這些保守的價值觀 有錢人 然後勞工階級呢 一樣要信仰上帝 要努力工作 要尊重家庭對不對 追求家庭價值 要family value 保守的這個道德觀等等 也是勞工階級 所以有錢人跟勞工階級 怎麼在共和黨這邊整合呢 價值觀 所以價值觀打破社會階級的分化 變成共和黨團結整合的一個辦法 然後這個也會影響到民主黨 影響到全美國 所以全美國的話 以前根據社會階級 資本家勞工將來畫界線 現在將來的話會根據價值觀來畫界線 那這樣的結果整個美國內部的政治版圖 在大重構 然後這個也延伸到國際 國際以前根據地緣政治的世界 你是親中親美 這樣再做選擇 臺灣可能說不好得罪這邊 也不好得罪那邊對不對 可是站在價值觀的話 毫無疑問 我們只能選擇普世價值 選擇民主自由 選擇這個家庭價值 信仰自由保守價值 價值觀的話 臺灣沒得選 一定要選這邊 可是如果是用地緣政治來思考的話 我們可能這邊要左右要平衡一下對不對 可是現在世界變了 從地緣政治的世界走向一個價值觀的世界 從美國內部的政治到國際政治 都有這樣一個現象 表現在這一次川普的共和黨的大會 不過川普如果真的當選了美國總統 最害怕的大家都知道一定是習近平 昨天突然傳出了習近平已經中風的消息 甚至中網還一度傳說 哦 習皇已經吃崩了 嚇得央視昨天晚上 趕快播了這個習大大的畫面 欸 這個畫面看起來 習大大是不是真的有點這個 不太一樣了 不過呢 這個也要請教這個敏寬了 但是呢 中國人昨天 據說看到了這個習大大還活著的這個畫面呢 其實真的高興不起來嗎 第一個中國人說 看到股市沒有大漲 就知道習近平他應該是沒事的 這句話其實非常非常酸 但我們來說 三中全會 整整燒了四天 他中風的消息燒了四天 到了第四天之後 閉幕式 央視他就開出來的畫面 第一個要辟謠 第一個我們可以發現 習近平最近好像瘦了一點點 然後後面新華社也有出了 所謂的會議的一個公報 那目前呢 習近平的討論發言呢 坐姿是非常的隨意的 那為什麼呢 他一個人就是全中國14億人的頂頭嘛 所以他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手勢呢也非常非常的一個豐富 但現在呢 三中全會呢 講實在話 這個就是過個場可開可不開 為什麼呢 開了老半天 結果呢 能夠解決任何問題嗎 也都沒辦法解決 內需的問題 財政的問題 國家大政的一個問題 通通都沒有 所以呢 現在三中全會呢 出來之後就直接投降 他說什麼呢 他說我們現在可以接受 中國式的一個成長 到現在已經不在了 中國式的一個經濟成長 未來會放緩 然後呢後面又說了 他們拒絕大規模拯救房市 跟提振內需 簡單的說 口袋也沒錢 你要整個做拯救房市 跟提振內需 很簡單 過去中國他們不管是 所謂的三大件 五小件 手機時代 所謂的家電下鄉 都是政府貼錢嘛 那現在政府也沒錢 你說叫他從口袋裡面 能夠掏出什麼東西來 這個相對來說也比較難 但現在呢 地方政府沒錢 可是無所不用其極 我們來看喔 南華早報之前就說囉 怎麼會這麼誇張呢 今年2024年第一季 單單深圳失業的人口 就暴增四萬人 中國是共產主義國家 共產主義又簡稱社會主義 他們的稅很重 但是呢你生活過不下去的時候 政府要負責來養你 但現在呢 中國的經濟非常低迷 現在不只做整個反向討薪喔 整個炸財的手段在進化 發生什麼事呢 很多的地方政府居然去把整個 人民的失業金要回來 要回來 這很扯 之前兩三週前 我們跟各位說的是 金融人員之前發的業績獎金 要回來 現在是人民的失業金 先說喔 他已經失業了喔 而且呢 目前來看的話 深圳最大中 代表什麼呢 被領怕了 被領怕了 太多人去領 一直領一直領之後 領怕了 所以現在呢 地方政府才會去追討 人民的一個失業金 這是第一件事情喔 第二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可惡的 剛好跟各位說嘛 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所以老了 老了 政府要養你 但你平日呢 你要繳稅 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呢 這個是中國的一個 所謂的網紅 他就說了 我們啊 現在的很多的老人家 22年前 他們就有所謂的農村 養老保險證書啊 一個月繳一點點錢 你滿了60歲 一個月給你200 喔 這樣聽起來 是不過分對不對 然後呢 結果呢 剛剛我媽說 目前政府呢 已經收回去了 這個項目直接取消 所以呢 先跟各位說 你過去22年 所繳的那個保險 一夕歸零 一夕歸零 他們可以這樣幹耶 他們可以這樣幹耶 所以現在是中國的一個 大搶錢的一個時代啊 我們說再來 數字人民幣 八月要落地 所以簡單的說 就是看不到錢喔 所有的錢 就是在存折當中 然後存折呢 中國不是很多錢 都打來打去嗎 我打給你 你打給我 我打個紅包給你 你打個紅包給我對不對 現在呢 數字人民幣 八月落地之後 很方便可以奪名產喔 現在更誇張的是 中國每年過年 大家最流行的 叫做所謂的拿紅包 拿紅包是什麼呢 你就去各大網站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刷錢 可能五塊可能十塊 可能最大一百塊兩百塊 就刷嘛 可是基少也成多對不對 又起 今天最新的一個規定 這個叫做所謂的 隨意所得 扣二十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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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中小錢都要扣 誇張 所以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還有呢 剛剛有跟各位說嘛 這個叫做養老保證書嘛 你過去一直繳喔 你是農民 你就一直繳 繳到你六十歲 一個月給你兩百對不對 土地的農民證 農民的土地證 養老的保證書通通銷毀 簡單的說 他現在你只要跟政府要領錢的 他就把你取消掉 就把你給取消掉 我說沒有就沒了 說沒有就沒有了 但現在另外一件事情是 再過幾天 巴黎奧運要開幕了 中國隊每次去看喔 聽他們報名喔 報好久 因為他們人很多 真的非常非常多 可是我看到今年的中國隊 的一個制服 我真的也醉了喔 怎麼可以那麼醜啊 請問各位說 怎麼可以那麼醜 上面是紅色的 下面是白色的喔 感覺就很像那種吹西蘇米那種 西蘇米可能現在人 比較聽不懂喔 以前的那種樂隊 殯葬樂隊的制服 真的長得非常非常像 然後他們就說這個叫竹夢喔 然後現在全中國人都在氣 氣說怎麼會衣服這麼醜 看看人家整個蒙古的一個制服喔 蒙古的制服好像在拍武俠片一樣 那個蒙古制服還真的挺好看 可是看起來有點陰森 對看起來也是有點陰森 但重點是他們就說 一來一回這比喔 真的是很奇怪 好違規來談 最近最重要的 現在中國長江流域 對不起 環河流域 淹水真的是淹到不行啊 陝西寶基 我們現在看這個寶基的畫面喔 現在真的不知道 一路淹淹淹淹會淹到寶基去喔 現在第一個我們來看喔 寶基第一個到處都是車 然後又起這些車還有舊嘛 你有沒有看到下面那個土石流啊 下面那個泥啊 誇張耶 這個是土石流喔 然後這個是街道喔 沿路這樣子衝衝衝衝衝衝下去喔 然後整個車輛都在那邊滾來滾去 整個車輛都在那邊滾來滾去喔 這個是最新現在陝西寶基的一個畫面 好我們再看喔 最近河南那個畫面真的是嚇死人了 發生什麼事呢 有一對母女啊 他們就說 我們的車停在地下室會不會有事 特別坐電梯下去看 結果坐電梯下去看 往上一走糟糕了 水滲進來了 水滲進來之後呢 各位都曉得電梯是吃電的嘛 他第一個字叫電對不對 水一進來 又起不能動啦 不能動把這兩對母女 把這對母女真的嚇死了 為什麼呢 水位越來越高啊 他們沿路一直在按 各位可以發現他們很慌張 沿路一直都在按喔 為什麼都在按呢 這也可怕 萬一觸電 還不止觸電的問題 尤其我比較擔心的是 水如果一直淹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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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淹到後面淹上來 這個該要怎麼辦喔 真的是水位是越來越高啊 後來受困的這對母女呢 狂按求救靈之後 困了一個多小時 好在他們脫困了 好在他們脫困了 可是下面這個畫面真的是讓人受不了了 我們來看喔 中國警察救國旗 救國旗 這個國旗反正在那邊抖嘛 就挑起來了 救這個老翁 我們來看那個畫面喔 那個怎麼看都看不懂喔 兩個警察看到那個老翁 掛在那邊對不對 你也比較認真耶 兩個人過去就要去救他 把他抬上來喔 結果抬啊抬的 感覺都不太用力知道嗎 也不怎麼用心 結果抬啊抬的又起 老翁居然感覺跟擺拍一樣 那兩個警察跟擺拍一樣 老翁又飄走了 老翁又飄走了 現在他們飄走了 老翁又飄走了 他們兩個好像也沒有什麼很認真 在救那個感覺啊 對 就放水流喔 就放水流喔 那當然目前老翁生死如何 這個沒有人知道喔 結果這個影片出來之後呢 包括美國包括日本 都掀起了一個熱議喔 就說這個警察根本混飯吃而已嘛 根本無心在救人嘛 看這個動作 如果真的你很在意這個老先生的話 應該是兩個人要用力的 把他給抬上來才對 救旗子又比救人重要嗎 旗子救上來了 但是老翁呢 目前已經被水給流走了 尼普 我身為台北市長 要向這些受傷的孩子和家長 致上歉意 台北市任何一個孩子 受到傷害都是我的責任 我都必須承擔 法令或政策上可以更加完備 我們都會來檢討改進 對於這些幼稚園的小朋友 還有他的家長們喔 當然我們是感到很難過 當時我們也有 因為有接到檢局 有行政調查的喔 這個社會局啦 教育局啦 不過當時沒有抓到證據 怕說大張旗鼓啊 會引起這個家長恐慌 或者是未審宣判 我們還是有很多改進的空間 好我們剛才看到的呢 就是這個台北市幼兒園的這個性侵案呢 蔣萬安終於終於出面鞠躬道歉了 但是老百姓能不能夠接受他的說法呢 那剛剛我們看到了柯文哲 在這一個禮拜事情延燒以來呢 一聲不吭 也終於發聲了 不過看起來這個風波恐怕 還沒有辦法平息嗎學偉 其實蔣萬安今天出來道歉 我是給他予以部分的肯定 對不對 至少我願意把我之前做錯的事情 有沒有而且 反應遲鈍這件事情 出來做一個亡羊補牢 那我是希望說蔣萬安接下來 對不對 接下來你說 任何的孩童受到傷害 都是我的責任 我都應該去承受對不對 也應該用盡全力彌補 彌補不是用嘴巴講 對要真的做到 你現在提出了三個修法建議對不對 包括公布姓名啊 機構啦 引力不報罰罰責什麼的 這不管怎麼樣 最少660萬起跳 對啦 據刑責設立公布行為人專區 其實這早就應該做了 之前我們酒駕累伴不是都公布了嗎 真的 這種性侵累伴 難道不能公布 真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們差異性有多大 大家就說 因為這個最根究點 還是媒體不敢去觸碰這條新聞 當然 我們之前相關的罰者 一直潛制的媒體對不對 所以現在既然這個蓋子已經掀開了 以後大家要注意 趕快修法 對 好那你蔣萬恩今天出來道歉對不對 接下來包括一個家庭小孩子 甚至於這些受害者 幼童的那個父母有沒有 這都是要列入你輔導的一個專案對象裡面 對不對 好那蔣萬恩道歉了 國民黨在講什麼 民進黨為政治的紅綠不斷造謠 大肯人血饅頭 這款話不用再說了 對不對 做得好就算了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藍白現在幾乎可以融合在一起了 你看柯文哲講什麼 柯民眾黨發出聲明講說 回頭檢視這段過程 相關單位確實有值得檢討之處 檢討誰 檢討蔣萬恩嗎 檢討民進黨嗎 那你民眾黨要不要檢討 柯文哲要不要檢討 我們之前看 除了柯文哲之外 你看黃珊珊第一時間出來講什麼 對不對 我不知道 我沒有督導過教育局 對不對 蔡秉坤 拚一個中方的 對不對 真的 人家不可以 拚給他有什麼路 趕快把那個刪掉 對不對 沒有沒有的事 那綜藝學講什麼 我們已經窮戒一千可能了 對不對 好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到底窮盡多少能力 對不對 那你現在講說 當時你看 他說首次通報發生在柯市長時期 對不對 當時監視器並未拍攝到 足以佐證是有利證據 對不對 那後來為什麼 2023年7月 再出現其他家長投訴的時候 你才有其他的證據出來 不是啊 你不是說有值得檢討之處嗎 檢討的結果就是當時監視器 就沒有拍到 據足以佐證有利證據 怪我 我說實在 這真的真的叫我氣息 你看 那柯文哲講說 我跟周醫師有討論 如果再重來一遍 這關事情又重來一遍 誰要重來一遍 怕就怕死了 又重來一遍 真的 不管怎麼樣 怎麼做比較好 如果大張旗鼓去調查 會造成家長恐慌 或者是未省先判的疑慮 那表示說再重來一次 我也不會查 對不對 所以你是在證笑 我跟你講 這種就是告訴你說 政治人物人血沒有同理心 所以你沒有辦法 把自己的小孩視為 別人的小孩 視為自己的小孩 一樣看待嘛 所以柯文哲現在還在講 那個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的檢討是當時 真的不能大張旗鼓 對 他在講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回下巴要掉下來了 所以我就跟你講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跟你講現在浮現了 除了民眾黨柯市府之外 多了一個人 這個叫什麼 陳述慧 我今天很負責的講 台北市教育局的副局長 現在還上任 他2020年就當了教育局副局長 講萬安任內 現在還把他留著 對他常任文官 可是我說實際 他的這些說法有沒有 就表現了公務人員 多一次不如少一次的逃避心態 所以就是因為他的心態 導致於柯文哲 你看整個柯市府 完全不會認錯嘛 為什麼 好大家把2022年那個時候 事情發生的時候 把這個陳述慧 當初的照片的畫面 調出來 他當初講什麼 他講說如果是誣告呢 如果小朋友說錯呢 他說沒有 我沒有 他現在又出來道歉 現在出來道歉 他講說我那時候沒有講說 小孩子會說謊 對不對 那你說小孩子說錯 這不是說謊 那是什麼 說一句比較難聽 一個兩個三個小孩子 可能會說錯 20個小孩子 難道不會說錯嗎 說真的 那小孩子還會串正嗎 他都已經講得那麼清楚 3到5歲的小孩 你是為人父母者嗎 我是不知道 3到5歲小孩會誤告啊 對 而且他如果講清楚的話 你難道沒有其他那個嗎 好他現在出來講的話 告訴你說 造成民眾觀感不妥的部分 教育級特別 他是在說民眾觀感不妥 所以再告訴你 他到現在 連發生什麼事情 完全不知道 覺得是民眾觀感不妥 這就是公務員 怠惰的心態 我說真的 我心想什麼事情 都差那麼多 我說真的 你也不知道外界 到底在對你們 教育級的看法 是怎麼樣嘛對不對 真的離譜 現在已經有媒體 又攻掛出來對不對 熟起信件案 爆發的時候有沒有 2022年的7月嘛 對不對 7月7號 交易局的會議紀錄裡面 一個字都沒有提到 這個這場會議是7月15號 已經發生一個多禮拜了 對這個會議紀錄跟主持人 就是誰 就是陳樹惠副局長 結果第一場的交易局會議 知之未提這個案子 對就表示你覺得這件事情 我講實在話 我今天講重話 你不僅是那個什麼 你如果是什麼 跟一個殭屍一樣 吃味素餐 那就算了 我覺得更恐怖的是什麼 如果有人隱匿呢 有人想吃案呢 欸 對不對 2022年剛好就選舉啊 對不對 所以你黃山山早去選舉嘛 對不對 還強調 八月份才辭職的 對啊 所以這個事情要拼出來 八月份辭職 七月份早就準備在動了嘛 而且我昨天我們還拿出那張手版 他當時是職務代理人喔 所以就跟你講這個問題 蔡秉坤的職務代理人喔 你還敢推給蔡秉坤 沒有沒有 他說蔡秉坤 中方的不遵循 中方也是他代理 他督導 對不對 今天他的說法你看 接下來你看 教育局有提一個檢討報告 對不對 到了2023年 都已經事隔一年之後 他們才要求說 教保員跟負責人有無親屬關係 一年之後 才知道說原來這個毛姓教保員 就是這個幼兒園長的小孩 2022年爆發之後 一直到一年多以後 才知道他們是母子關係 那到底在調查什麼啊 所以我說你2022年7月的這份調查 你周宇修講說 以窮盡一切辦法 窮盡什麼辦法你告訴我 真的誇張耶 這個就是陳述惠講的有沒有 他明明知道內容 他說如果是誣告呢 如果是小朋友說錯沒 所以他那時候就是定調 你小孩子黑白講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是隱匿或者是痴案的問題 就從這邊引見出來了嘛 誇張喔 你該調查的根本沒調查 你跟我說你窮盡一切辦法 對 我這聽不懂真的 好 還跟我說那個時候 還是不要大張旗鼓好一點 對我們現在用一個這個圖表來看 這圖表就是問題的發生跟事情真相對不對 2022年的7月第一次家長包安 我們一直講都知道這個 時間點都已經記得很清楚了 對不對 你看 有人家長去包安對不對 警政單位24小時之內 轉支社會局喔 已經告訴社會局囉 社會局長誰 周宇修 24小時內告知的喔 對家房中心 對家房中心之後 也轉支教育局喔 也轉支教育局囉 教育局當初為什麼不叫國教署 國教署什麼 110年啊 總對不了了吧 2020年就已經講了嘛 對不對 強化幼兒園發生性別事件 通報調查處理機制 可以命該教保服務人員請假 就是可以叫狼師請假 對 暫時離開校園 現場要接受進到調查 是可以叫他請假給我進後調查的嗎 對你做了沒有 根本沒有中 所以我剛剛講說是放中 怠惰 好接下來 調查A案對不對 對 這個時候到了蔣市府了 對 2023年7月 2023年7月 你看又調查 行政調查B案對不對 經常A案 裁罰是什麼 行政調查之後是什麼 不當對待或認定委員會中 強烈要求下 這個不當認定 對不當對待認定委員會的委員 強烈要求 六個小孩子第一次就A案嘛 對六個小孩子 總共六個小孩子包 他已經成立案 立案 而且裁罰 可是接下來這個B案 七個小孩子 對不對 竟然變成什麼 你知道嗎 無證據 不成立 可是狀況不是一樣嗎 對啊 狀況一樣 為什麼B案不成立 不能立案 沒有這樣 所以就跟你講 教育局 我剛剛就跟你講 問題浮現最重要一個人 這個關鍵人物就是 教育局的副局長陳樹惠女士 對不對 事情遇到的教育局 事情就沒下文 好那接下來你看 接下來你看 這個洪婉禎議員接獲巴胺的 對不對 他說教育局不斷的表示喔 這個什麼 教保 來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 調查處理辦法裡面有沒有 是112年3月才通過喔 今年3月才過唷 對 2023年通過嘛 2022年有沒有 7月是社會局要調查 推給社會局 教育局高 所以你通報 人家通報到社會局 又通報到教育局 還沒效 是社會局要幹的事情 哪個局處要負責 不知道 你看教育局要幹什麼 沒什麼事情啊 推個256對不對 好接下來你看 接下來宏議員就開始說 你教育局能不能協助家長去查看監視器嗎 家長有疑慮啊對不對 教育局用什麼 人力不足無法陪同查閱監視器 蛤 你配個專員去都不行嗎 對啊 人力不足沒辦法喔 陪你看監視器喔 而且他也講說 兒少全法第66條喔 把法令搬出來了 這些人到底家裡有沒有小孩啊 我都懷疑耶 他把這個搬出來 你看 非正當旅遊 不能洩漏公開等旅遊推託 你看你有沒有發現嗎 而且他還有教育 幼兒園裡面還有其他監視器 裡面還有其他兒童啦 有沒有影響 你有沒有聽到這邊為止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從柯文哲 黃珊珊 周宇修 陳書惠 說法一致 顯然這件事情 在當年 就已經在市府裡面 已經有一個處理辦法 對待辦法就是告訴你說 如果大張旗鼓調查或家長 家長恐慌或未審先辦的疑慮 所以我們要盡力遮掩 是不是這樣 對啊 你如果把這些一乾冷等的說法 跟相關說詞的話 立場早就定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案子到目前為止 你看會流看不流對不對 好啦 講話現在出來幫你擦屁股對不對 雖然人家會覺得說 你擦的不夠乾淨啦 可是柯文哲呢 到目前 冷血 怠惰推脫 這就是你處理的就是什麼 情於正事嗎 每天早上七點到市府開會 開個屁的會啊 對不對 這裡面都可以喬的嘛對不對 所以被害人家屬有沒有 一下子找這個議員 一下找那個議員 找了秘方 找了誰 好可憐喔 真的求助門 到現在最後去找什麼 立新基金會啦 所以你現在要檢討 要檢討誰 不檢討自己 你還在檢討國民黨 檢討蔣萬人 檢討民進黨 我感覺說算了吧 這種人說真的 到目前為止看到這樣的話 退出政壇吧 不要再混啦 來 這個許有話講得很重 可是憑良心講 因為這個禮拜爆發以來 柯文哲都沒講話 就出來講話以後 大家嚇到耶 因為你是當時的市長耶 你們都已經重新討論過了 都還覺得這個 如果重來一遍 不要大張旗鼓 不然家長會恐慌喔 那有可能這個未審先判的疑慮喔 這種事情開記者 這許淑華就講了 是我就第一個 就先開記者位啦 這告訴所有的家長 眾生不能再發生 所以你怎麼看喔 還有剛剛學委 有特別提到 這個是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看起來完全沒有作為 但是當時的柯市府告訴我們 我們已經窮盡一切可能了 二零二三年之後 你看這些官員的態度 蛤而且這個什麼 為什麼我們B案七個孩子 一樣事情不成立 那你不會去看我們的新聞稿喔 這這就是我們官員的態度啊 所以你怎麼看這整個狀況 還有講話出來道歉夠不夠 還有柯文哲出來講的話 到底透露個什麼樣的心態 是 尤其你知道嗎 柯文哲出來講話 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句道歉 他現在到今天他出來講話 也沒有一句道歉 他說法是我們有在討論啊 怎麼樣可以做得更好啊 什麼我跟你講 他到現在還蠻口謊言 從柯文哲 從黃珊珊 從周餘修 從陳志漢 你們這四大二人 每一個人都蠻口謊言 先來講柯文哲 柯文哲他說 他昨天還和那個周餘修 在討論你就是案發 當時社會局長討論這件事喔 當時有收到檢舉喔 社會局和教育局 有行政調查 但沒有抓到證據 事實上檢查又有介入 最後也是不起訴 好那我就問你 照他的講法 他的意思是 社會局跟教育局 都有調查對不對 對 那我們來看這個表格裡面 你知道嗎 從頭到尾 為什麼你教育局 沒有相關的懲處 你有沒有看到 二零二三年的那個 開始寫 下面寫 他說 教育局兩次都表示 一百一十一年的七月 沒有人去教育局立案喔 你始終沒有收到 社會局的通報名單喔 那我就用這個來問你周餘修 你說 你說你們兩個局 都有進行行政調查 教育局說 從頭到沒有 沒有到我教育局這邊立案 對 所以是什麼意思 所以是 請那個那個 受害人 他的他的爸爸媽媽 去報案了 報案之後 按照規定 是警察會通知社會局 有啊有通知啊 然後社會局說 他們有通知到教育局 可是你現在教育局的人 出來說 我們從頭到尾 沒有人來跟我們這立案 不你是死的喔 他已經通知你了 你還要什麼立案啊 對啊 你知道你是有幾個市政府啊 難道你台北 柯文哲市政府下面的 社會局 跟柯文哲下面的教育局 兩個局處不相通的嗎 兩個是不同的市政府嗎 頭腦有病耶 到現在還敢講這種話 所以顯然他到昨天 應該到今天 他還在說謊 因為你說這兩個局處 都有進行行政調查 但是這個到目前為止 所提供的資料 他還說 這是二零二三年八月喔 他們講喔 教育局在二零二二年的七月喔 沒有人去教育局立案 也始終沒有收到 社會局的通報名單 怎麼這麼誇張啊 那好那些陳素惠 他出來講對不對 他說啊我當時不是說 那如果小朋友說謊呢 所以這代表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知道 既然你從頭到尾都知道 你要立什麼案啊 對啊 你就知道了 你要立什麼案啊 我一個家長 我家小孩子 已經可能被人家性猥褻了 我去社會 我已經報警了 警察 不是性猥褻喔 是性侵喔 性侵了 可惡 我已經去報警了 警察通知了社會局 社會職通知了教育局 你教育局還跟我說 你沒有去立案 不然是怎樣 要哪一個股在被申冤嗎 莫名其妙 麻木不仁 你們家的小孩死不掉 你知道嗎 他態度就是這樣 反正他就一副晚娘臉孔 你們沒有來喔 不知道喔 監視器要經過對方同意喔 沒有辦法喔 你要去看監視器 我們沒有人喔 就是百般刁難受害者 真的 這個就是完全 我們以前小時候 印象中的那種官僚的公務人員 所以在 所以這柯文哲執政了八年之內 這些官僚的公務人員 一個一個都又浮出檯面了 就是這個臉孔啊 你陳述會 你說 那如果是小朋友說錯呢 那我就問 如果這小朋友是你女兒呢 如果這小朋友是你孫女呢 他不是 所以不關我的事 那態度就是這樣啊 很誇張耶 你知道今天後來那個 立心基金 或者有去唸那個家長的信 其實你聽了 你都快哭了 都快哭了耶 真的 因為你要知道那小孩 那個家長每天看到那小孩子 是自責的 是啊 因為是我每天把你送去虎口的 所以你光看你這些小孩 你這些不知道說小孩子 有中生受到影響 你家長的那個 每天看到小孩子 能不能長單那種 對不對 你看 尤其姐我們光是 我光想我都眼眶都紅了 我覺得很難過耶 真的 所以你就知道柯文哲 終於收黃珊珊 尤其是黃珊珊 他竟然一開始低進 第一個時間點 竟然說 那個我沒有督導過教育局 對 而且我年終就離開了 被人家發現你是8月28號 2022年8月18號才離開了 你又改火說 那個我沒有督導過那個教育局 後來發現說人家那一個副市長 蔡品坤都已經中風了 然後才又在那邊扯 扯什麼扯啊 那就是你的責任 你就是當時忙著選舉 所以你們沒有人在在乎台北市民的小朋友 遭到性侵 原本是兩個 在你們的待乎職所之下 變成20幾個 跟人家覺得可惡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你知道嗎 現在4X貓後來發現 他們這個招生可以招54個 所以男生女生這樣各27個 結果這一次總共受害幾個 20幾個 全部喔 所有的女生欸 然後你還在跟我們說你是台北市的大家長 現在被人家翻出來 他契約在幹嘛 然後辦雙城論壇 辦雙城論壇 所以換句話說 這一些官啊 眼裡只有他的未來的官運 未來的大位 眼裡沒有人民啊 所以你看那個家長 已經從一個兩個報警了 都還沒有辦法 阻止其他的小女生受害 那現在我就問 那你說好 現在那個毛現在壓了 那他媽媽呢 那他可能 有沒有他的 有沒有用這些六百部的影片 去販售呢 如果有的話 那些販售一起看的人呢 這個案子只有到此為止嗎 創意私房的案子 有多少的未成年小孩子的照片 也在上面 台灣已經快要變成戀童屁的天堂了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們這些當官的人 每一個人都是不關我的事 來問一下這個仁俊 當然這個 你怎麼看 這個前後任的台北市長 他們的最新說法 那當然這個蔣萬安的鞠躬道歉 會不會來得太遲 那另外一個來得很遲的這個聲明 那是柯文哲 但是柯文哲 這個最新聲明 坦白說引發了非常大的風波 現在網路完全炸鍋 說如果再來一次 大張旗鼓的調查 他還是認為會造成家長的恐慌 不疑一切不疑 因為也可能會為審先派 你怎麼看他們的這個說法 還有最新這個 現在越來越多的這個細節曝光 你覺得問題在哪裡 當然柯文哲從頭到尾到今天為止 到現在他的態度 我覺得是對大家來講 是很不能理解的地方 在於是 如果你什麼都跟我說 叫做制度 什麼東西都是因為別的東西 造成你到最後呈現這種結果 那我也講實話 你柯文哲要怎麼去跟大家講說 你跟別的政治人物不一樣 以前有一本書叫做官場現行記 這個書在講就是封建官僚 跟這種所謂的官場腐敗的情況 我覺得這一個狼絲案 確實就提出了一些政治人物的官場現行記 其實你知道在一九八三年的時候 美國加州曾經出現一個 有一個私人幼兒園 當時也是小朋友去指控說他遭到這個性侵害 那時候警方先抓了這一個被指控的人 後來呢 因為查不到什麼證據把他給放走 那放走完了之後呢 再經過非常漫長的調查 後來被拍成電影叫做無盡的控訴 這個我就為什麼會提這件事情 就回應一下台北市教育局的副局長 叫做陳素惠 因為您這邊有講說 他說如果是小朋友誣告呢 如果小朋友說錯呢 我不知道你是把電影情節放到這裡面來 但是我們就回來問一件事情 今天你陳素惠出來鞠躬道歉 再對比你講的那個說 如果是小朋友說錯 如果是誣告 你不覺得你的官員的身份是混淆的嗎 今天講萬安的道歉 我相信他一定有壓力啦 事實上這個新聞在一個禮拜前之前 這個爆發的時候 你看柯市府跟蔣市府 他們面對媒體在問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的態度是今天這個樣子嗎 不是耶 都是推說這個事件啊 就是制度我們都做了能做的事情 就連周餘修出來講說 已經窮盡的一切可能性 你今天在對比剛剛所講的 這個局不知道 那個處沒沒沒碰過 那個誰誰誰沒有處理到這個案子 沒有通報沒有通報沒有厲害請問 再回來請教周餘修前局長 你的窮盡一切可能性是做了些什麼事 我不懂 如果各個單位到現在為止 都說沒有通報沒有紀錄 那你當時做了什麼 看監視器 你24小時看嗎 看監視器這件事情 就能夠決定一切嗎 好他們就出來推脫 檢調當時調查也沒有查出什麼啊 這會是理由嗎 當然不是啊 所以我跟你講就是說 人性在這件事情上面 你可以看到政治人物的人性 其實很可怕 那你說窮盡一切可能 你當時就可以把他先讓他請假啊 戰後調查啊 柯文哲說如果 你做了嗎 你知道柯文哲今天說什麼你知道嗎 第一個他說 他現在沒有行政的位置 沒有行政職務啦 所以呢所以他只能回去回想 就是剛剛那一段 如果重來一變 怎麼做會比較好啊 我就質疑這兩件事 第一個 柯文哲你在這個事件爆發 你都承認第一次通報的時候 是在你的任內 你當時有沒有行政職務 你叫做台北市的市長 你今天憑什麼跟人家講說 如果我有行政職務 誰敢把行政位置再給你啦 你今天所有出了事情之後 你就講啊 我現在沒有這個行政職務 所以意思是說 我不在這個 我翻白話文啦 我現在不是台北市長啦 所以你問他幹嘛 你知道他真正白話就是這樣啊 第二個 如果重來一變 全台灣的家長 誰希望這種事情重來一變 誰會講如果重來一變啊 你完全無法理解 他是一個局外人的說法 你知道而且老實講不是局外人 他好像不像台灣人你知道 如果你是那個家長 你聽到這個話 你心裡做何感想啊 他居然講說 如果大張旗鼓的調查 會造成家長恐慌或未審先判 不要來這一套啦 你沒有大張旗鼓的調查 一定要大張旗鼓調查嗎 檢察官現在在辦哪些案子 他有跟你講說 不好意思喔 我要辦你囉 不是這樣吧 調查有很多種方式 但是台北市政府在當下選擇了一個 是最爛的方法 叫做我看監視器 你怎麼個看監視器吧 我真的很想知道啊 你就算看監視器 我想知道你怎麼看的 你以為你跟警方在那邊看路口監視器一樣 就盯著螢幕 然後我家有車子 我就記一下記一下 你請你好好的回答我這個問題 你怎麼看監視器的 對喔 所以柯文哲的那個冷漠 來自於當他今天出來講說 我現在沒有行政的位置 很可怕啊 你的想法跟民眾都不一樣 柯文哲當年曾經講過 從政不難找回良心 就是良心而已啦 不是說找回良心 從政不難良心而已 大家回來看看這件事情上面 柯文哲你的良心 如果永遠都按照你的這種方式來做 你就繼續 我覺得民眾在這件事情上面 沒有政治黨派的問題 蔣萬安的道歉 我相信他一定是因為有壓力 但柯文哲的壓力來自於 是因為蔣萬安道歉了 所以我才趕快出來講說 重來一遍的話 你會怎麼做 我告訴你 全臺灣沒有人想要讓這種事情 重來一遍 所以就請教這個靜平 這個國民黨在這個時間 出來講說民進黨是為了政治紅利 大肯人血饅頭 這個時候還出來講這個話 怎樣 現在蔣政府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嗎 當然 蔣萬安今天已經有出來道歉了 那這個道歉夠不夠 然後他現在也講都是我的責任 我都應該承受 也應該用盡全力彌補 不要以為話講過就算了 老百姓接下來 會每分每秒盯著這些官員看 尤其這個事件爆發之後 那當然還有這個柯文哲 柯文哲一聲不吭 到現在終於發生了 發生之後呢他講說 如果大張旗鼓調查 家長就會恐慌 所以他檢討的結果就是 那個事後事情發生 沒有大張旗鼓是對的 不是沒有大張旗鼓而已 事情已經報案一個禮拜了 一般正常人他會性侵 第一個小女孩 就可能會有第二個 結果呢天哪一個禮拜之後 第一場教育局的會議 居然連這個案子 一個字都沒有提到 你怎麼看這些狀況 當然剛剛這個學友哥講的行政怠惰 是很重要的原因 沒有錯 這個你一開始問我說 國民黨有人質疑說 大可冷血饅頭 當然是講這句話 大可不必啦 但是為什麼會有人這樣 會有人這樣的一個質疑 因為這個事情 是在2022年7月就開始 沒錯 我也不要現在去分什麼 柯市府啊蔣市府都一樣 市政府是一脈相承的 這個一起概括承受 就算是教育體制裡面的 這個教育行政主管 機關教育局失靈了 那從柯市府到這個蔣市府 都一樣 都要去面臨這樣責任 所以蔣萬要出來道歉 你剛剛講的那個2023年8月 後來8月12號 徐曉星也開了一個協調會 因為家長求助無門嘛 去找到這個徐曉星 徐曉星在議會也執行過 他也開了這個協調會了之後呢 裡面有要求這個要給家長 我看到他那個 有一個他們協調會的結論 第一個 他有相關的那個 因為後來還是持續有報名 有報名 那就會有人受害 因為當時這個事情 在檢方他起訴之前 那個相關的這個狼狮 就那個毛病 他並沒有被隔離預防 所以他還是持續的去接觸 第二個就是起訴人 你還去持續的接觸這個孩童 還有第三個 原方當時甚至有家長 跟徐曉星他們反應說 原方當時這個似乎 還想要跟這個小孩子這樣串供 告訴孩童說 有人問你們的話 就是說到幼兒園元首 只能說摸肚子 摸肚子 這就是原方企圖主導串供 所以剛剛你講那個行 這個行政調查的部分 教育局跟社會局 你們到底有沒有充分的去了解整個狀況 還有剛剛講的 其實在二十七年前 毛病的爸爸媽媽 在苗栗後龍的時候 也開過幼兒園 從一九九七年開到二零一二年 總共開了十五年 這個是苗栗縣縣長 鍾東錦今天在被記者問到的時候 他也證實這件事 所以鍾東錦也主動說 因為記者問到他嘛 他說他也要求了這個 苗栗縣的警方陷阱局 刑大附幼隊去清查 一九九七年到二零一二年 這十五年間 他在苗栗後龍開幼兒園所的時候 有沒有發生過相關的這樣的情勢 有沒有人報案有沒有立案 準個再去清查一遍 從一九九七年查到二零一二年 要去回溯去查過去十五年 因為當時這個苗栗 在還沒畢業出社會工作之前 他從苗栗後龍的時候 他爸爸在開幼兒園所 他就從那個時候 在國中一直念到科大科技大學畢業 他都是在這個苗栗後龍 所以難保他不知道 他前面有沒有出這個狀況 但苗栗會去查 所以這個事情 是台北市社會局 最近因為事情發生之後 他才去通報 他才去查出來 通報苗栗縣政府 但查這個事情 要花一年的時間嗎 現在是二零二四年七月 你從二零二三年七月 蔣市府知道 首次知道這件事情 查到二零二四年七月 你才告知苗栗縣 那如果我是中東警啊 我會說你你簡直胡鬧嘛 你一年後才告訴我說 他們這個已經有那個 雖然是已經發生 在一九九今年到二零一二年 事情 我再回溯 你前一年 你去年跟我講 或今年跟我講是一樣 但是你這凸顯的 我剛剛一直強調的 嗯 是不是行政失靈 但至少 蔣萬安他把問題提出來 以前發生的事情 他要不要蓋瓜城說 當然要啊 你下去罵柯兵 罵柯市府 的確柯市府 他前面講了 噼里啪啦啦的說 我不知道啊 怎麼樣查 會不會查錯人 會不會冤枉 那是柯文哲的說辭 他要負起他的行政責任 你底下的官員 如果都是這樣的話 難怪他會說出那樣的話 但是你到 一到蔣萬安的話 蔣萬安接任台北市長 如果你的說法和態度 還像柯文哲一樣 那你當然也該死啊 所以蔣萬安 今天為什麼要出來道歉 所以我說 他今天出來道歉 他的發言人英偉 也就是市政顧問 也出來這個做一個道歉 說台北市政府 就要蓋瓜城市 對 這句話本來就是 你應該要說的 台北市政府 從柯文哲市長 到蔣萬安市長 你的確要蓋瓜城市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交易局 副局長陳樹惠 是柯市府時代 就一直任職到現在 還是蔣萬安上任之後 才啟用他 他2020年代就在的話 那蔣萬安 我就要提醒蔣萬安市長 跟市政府 你就好好調查他 有必要的話 把陳樹惠換掉 教育局長也換掉 如果是這樣 在這個恩恩案 不管是剛剛這個 慧珍講的凱凱案 或是新北市發生恩恩恩案的時候 我都在電視上節目的時候 大力疾呼 恩恩案的時候 你就要換掉消防局長 你就要換掉這個衛生局長 結果後來消防局長沒換 可是後來被週刊報道 他出事 而且是栽在女社上面 那多丟臉啊 侯友宜的事情 大家記不記得 所以行政官員 他行政司令的部分 同樣的台北市現在發生的 這樣的一個 性侵案 幼兒元首 讓人家覺得非常的髮指 蔣萬安自己是三寶爸 我們自己都是有小孩子的這個父母親 我跟這個任俊漢 學偉哥都一樣 看到這種事情 當然人神共憤啊 蔣萬安 如果你受得了的話 你回去面對你那三個可愛的小孩的時候 你抱著你小孩面對你老婆 你會不會想想 作為一個家長的角色是什麼 所以回歸到市長 你當然要重演處分啊 他今天如果不道歉的話 壓力當然一直會壓在他身上 所以當然他今天做出這樣一個道歉 喔不會因為這樣子 甚至炮火就變少了 民進黨也不會因為這樣就放過他 但不管他 你就做你該做的 包括這個教育局的局長和副局長 局長現在只到好像副局長 好像就一個停損點 一個防火牆一樣 局長副局長 我剛剛說的行政司令了 該換就換 光是講那些話 什麼小孩子會不會這個說錯話 怎麼樣 那同言無忌 那如果你把小孩子當成好像 不是那種天真無邪的或是 或是有心機的 那你太高估小孩了 那兒子上法 為什麼要保護小孩子 為什麼要保護說不被識別 像你反而幫這個保護到的 這個幼兒園所 他的爸爸媽媽園長負責人 以及保護他那個狼絲毛 那變得不是很好笑嗎 所以我才會說 問題要處理 法當然也要修 要不然以後媒體再什麼做 綁手綁腳 不要再拿來說什麼 我有當心成為有心人的 這個報復的工具 或如何如何 當社會有這個氛圍 名氣可用的時候 大家對這件事情 幼兒園所是玲瓏忍 那你就應該拿出那個魄力 想辦法堵住重憂憂之口 影響萬案這個事情 我覺得還是要雷利風情的查下去 哪怕過了一年 被民進黨拿出來 咬出來追 一樣照查 只是我說有些不必要的話 包括行政官員和那些政務官 就少說了吧 當然我們還是要來關心 這個新竹縣長楊文科 因為竹北天坑案被起訴 但是他的這個最新說法 說沒有啊 縣府同仁都是依據規定辦理的 絕對沒有任何循私舞弊 而且被問到了 可是檢方有指控 圖利建商2.5億多 然後楊文科則說 這個我都不清楚喔 而且還講 檢方說的是 建商偷工減料 獲取的1.7億 還有檢方推估建案復工 所得的利益6000多萬喔 意思就是跟我都沒有關係 不是不清楚嗎 然後呢 這個現在還爆出來 到底為什麼封易 在天坑接連出事之後 還可以這個繼續的這個蓋房子 那這個封易的建設創辦人 甚至還被爆料 曾經是喉嚨建設的老闆 當時他蓋的東式王朝大樓 在921的時候倒塌了 當時呢就因為偷工減料 導致28人不幸枉死 被判刑了這個三年 沒想到出獄之後呢 就轉戰這個新竹地區 就成立了現在的這個封易建設 好這個案子呢 當然我們昨天也提到了很多 包括了這個公務處長 錢多到居然還有藏寶圖 免得忘記錢放在哪裡喔 而且這個楊文科呢 竟然還33度的跟這個建商會面 還約在建商的所屬的這個 喜來登飯店的總統套房裡面 談事情 為什麼不能在縣府裡面談呢 好這麼多的疑點 在專門揭蔽的黃國昌眼裡 看起來黃國昌怎麼看呢 黃國昌說啊 檢察官又沒查到金流 這只是圖利啊 又扯鄭文燦 那跟鄭文燦不一樣啊 還講說楊文科被建商招待到總統套房 哎呦對啦 是政商之間奮劑沒守好啊 可是警察官又沒有認為有對價關係 不然就是貪污不是圖利了啊 後來呢就這個網友很生氣的說 蛤圖利不算貪污喔 這個應該不是這個沖繩在康乃爾學的吧 比較像是在卡提諾裡面學到的喔 那柯文哲的前幕僚柯玉安則說 檢方用所謂的圖利罪來起訴楊文科 現在看起來罪要瑟瑟發抖的人 是柯文哲嗎 因為楊文科案就是敲響 柯文哲的一個上中嗎 好當然這個先問一下冠婷 怎麼看這個專門揭蔽的國昌老師 居然認為這只是圖利 又沒查到金流 這就是國昌老師的標準嗎 那而且呢這個你說楊文科 居然講說這個跟我沒關係 你昨天就爆了一個大料啊 跟天坑有關的這個建案 說什麼H型鋼都彎曲了 可是楊文科講啊 都依規定辦理 這個像是依規定辦理嗎 我想結論喔 就是新竹現任了 可是楊文科躲了 楊文科躲了 做人要有良心啦 做事要守法 這基本規矩嘛 我先講喔 昨天我在社群明天上面 公布了這個畫面 這個是看不下去的知情人士 內部把資料給我的 這個就是整個封域建設 這一次出事的建案上面 鋼梁歪掉的一個照片 大家看一下喔 正常來講鋼梁應該是要直的嘛 可是沒想到這個鋼梁 中間這個歪的一下往東一下往西歪 有人講說誇張 你這個照片是不是真的啊 有人講說誇張 你這個照片是不是真的啊 這個照片有沒有可能是 那個拍攝的角度不同啊 我都懷疑是不是修圖 對 好我一個一個講喔 先講有人講說啊 一個攝影拍過去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那個角度 所以往一個地方歪 但不會啦 因為如果是往一個地方歪 不會一下往這裡歪一下往這裡歪 所以歪去變S型 第二個呢會不會是P圖的 沒有啦 今天你看封域建設跟新竹縣政府 回應就知道 這張圖是真的啊 是真的 來首先第一個 今天呢 大家都期待說新竹縣出來回應嘛 去找楊文科 楊文科怎麼講 他說因為過於專業 所以委由公務處長代志軍來說明 代志軍怎麼說明啊 我跟你講這個講的內容就證明怪怪的 首先第一點他講說 我公布了這個照片啊 是去年的照片 今年呢 已經在九月三十搶修完成 搶修完成之後喔 周邊道路環境目前安全無餘 有沒有覺得怪怪的嗎 目前安全無餘 周邊道路安全無餘 這個建案本身咧 對啊 沒有講 喔 清竹縣跟大家講 附近的道路沒問題了 可是這個建案本身 安不安全 沒有講 好那我們再對照一下 風衣建設怎麼講 我爆料完之後 當然也很怕說 喔這會不會這圖是假的 但我自己有去查證啊 OK 因為這個消息來源 非常的權威 那我應該覺得 不會是假的 可是老實講 如果風衣出來講 欸周冠婷的照片是假的 那我開始也要解釋嘛 沒有 風衣也出來跟大家講 他說啊 周冠婷爆料的照片呢 為地下室未完工 且遭到長期停工時所拍攝 對 怪被停工啦 被停工才有 才有這個狀況 然後呢 由於 逆打工法 不能隨意停工 否則樓板尚未灌漿 結構不完整 地下側壓力會變大 所以才導致這樣的情形 好我講結論喔 最重要是下面這句話 後來呢 我們後來把全數受損的小糧 已經置換了 觀眾朋友 聽了不會覺得很恐怖嗎 恐怖啊 在講什麼 我講的這一個糧歪掉是真的 他說是去年的 那他現在把糧都換掉了 所以沒事了 好 好我對照完新竹縣政府的講法 跟風域建設的講法 我覺得問題大了 因為我又認真的去找出了 他們的會議紀錄 今天你有發現嗎 新竹縣沒有要為這個建築安全做保證喔 縣政府 縣長閃了嘛 處長出來講 周遭的那個道路沒問題嘛 可是建案本身他不講 風域出來當然要講說 我這建案沒問題嘛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今年三月的會議紀錄 簡單來講 風域建設送了一個 一個施工搶修的總結報告書 他們開了一個專案小組會議 重點幾個點喔 第一個這個報告書內容很多缺漏 包含說 連報告書的審查單位用印都沒蓋 印章都沒蓋啦 來我們看關鍵在這裡 要確認建物本身安全無餘 要由專業技師確認相關監測數之後才能判定 所以要專業技師確定嘛 然後呢 鋼梁扭曲變形變位問題 所以確定了嘛 扭曲變形變形變問題 應補充由專業技師計算 變形變問題 應補充由專業技師計算 簽證等論述 完善建築物自身安全報告 並納入報告書 所以在報告書內容就沒有嘛 所以至少在三月的時候我們確定沒有 那新竹線現在要跟大家講 今天風一講我九月都修完了 有沒有鑑定報告書 有沒有監測的數據 目前為止新竹線沒跟大家講清楚 所以大家會緊張嘛 來我回來最後跟大家講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情形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情形 就是跟新竹地間署對外講的 起訴的內容一致嘛 新竹地間署對外講 這個H型的糧 因為通工減料 而通工減料 這導致什麼情形 這整個基地的 整個裡面的糧柱 會受到擠壓嘛 這個裡面受到擠壓 那就產生這樣的變形 整個基地可能會不穩吧 今天風一健身 高度減半耶 對 它那個H量減半嘛 H量減半嘛 H量減半用比較便宜的東西去撐嘛 導致了直接結構的內容 有這樣子一個狀況 所以我講嘛 做人要有良心嘛 今天這個事情 為什麼會人生共憤 為什麼會讓大家覺得草菅人餅 因為你影響的是 這幾百戶啊 八百九十戶 一瓶藥價六十萬 聽說有買到七十萬 有買更貴 算一算兩百億在口袋 我說真的 你今天如果這個是你家 你會怎麼想 你可能一輩子 就這一間房子耶 Grace 吳靖有講啊 很多都是年輕人去買的 因為他可能兩房一廳 很多都是年輕人去買的耶 沒錯 所以今天不是跟我講說 縣政府出來講 旁邊啊 不會再有天坑了 就買到這種房子怎麼辦啊 買到了怎麼辦 我覺得這問題未來很大 好 但是呢 剛剛你問我的 又齊問我的黃國昌啊 黃國昌是不是真的不演了 不演了 我跟大家講結論啊 楊文科這事情就講個結論 黃國昌是藍的 是藍的 你不要跟我講什麼藍白 是不是兩個同稱一氣啊 然後白的是藍的側翼啊 沒有 黃國昌就藍的 為什麼 我有證據 黃國昌是藍的 今天我們大家少吹牛啦 今天如果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出事 不會有人失望說 左暗婷 你怎麼沒罵他 國民黨的政治人物出事 我也不會說 國民黨的民意代表 你要罵他 我們大家說真的 同黨同志就會講到 誤網誤眾 我們司法要那個 好好處理 如果有錯 要怎麼樣怎麼樣 就很多了對不對 可是其實黃國昌你什麼黨的 黃國昌民眾黨的 對 你不是藍綠以外最佳選擇 那你面對 好我就舉例 民進黨 鄭文燦 連起訴都還沒起訴 黃國昌殺成什麼樣子 社群平台臉書發幾篇 出來受訪 今天還可以講說 楊文科是土力 鄭文燦這個貪污 所以土力沒事 貪污有事 兩個都是貪污至罪條例 對啊 你在講什麼 懂我懂啊 鄭文燦還沒起訴 那最後一講黃國昌 你應該怎麼做 你鄭文燦罵完 我尊重 鄭文燦你好歹罵個兩句吧 沒有 就黃國昌講完那個 土力不是貪污啊 一碼歸一碼 對不起 我講話直了點 被罵完嘛 7月18號 結果7月19 只好改口啊 任何形式的貪污土力 無法忍受 必須向新竹縣民交代 哎唷 護航一當文科都護了 你堅持昨天的溫柔態度 說真的還比較讓國民黨看得起嗎 沒有啦 我說真的 他今天就懶了啦 反正走過必須留下人機好嗎 他只是被罵翻了 所以現在只能轉來轉去 平常浮浮貼貼 然後理所當然 然後稍微有一點迴逆國民黨 馬上質疑你過去的立場 然後可是如果你護航到底了 你自己核心的知識 你都不見了嘛 所以 我話不要講得太重 講到這裡就好